田里面的包袱还没有成熟 村民就急着搬回家去 这是什么原因呀 看见没有 这一大堆玉米就是被野猪破坏 啃食过的 你看 村民给它捡起来放在一起 看见没有 吃着吃啃着啃 你看全部破坏了 你看这些玉米 玉米杆全部被暗倒在地 我们过去看一下前边 我的天啊 你看这边更多 如果再不搬走的话 估计会颗粒无收 所以说村民现在已经在搬这个玉米了 虽然没有成熟 还是得搬回家去 不然的话 等野猪来吃了之后就颗粒无收了 你看 什么地方全部被破坏了 看 前面有一大片 估计有一蒙多田 你看这面积全部被野猪吃了 这些玉米 你看 全部暗倒 看 太可恨了 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包谷被野猪吃了 一个星期前 我在后面的树林里面放了一个相机 今天来看一下 能不能拍到 吃包谷的野猪 后面的树林 野猪估计是从树林里面爬到包谷地里面吃包谷的 因为树林里面有大量的痕迹 有爬过的痕迹 现在去看一下相机吧 相机就放在这里的 哎呀没 现在拿上去看一下 开到了什么 能不能拍到凶手 把机器开机 把相机开机 看一下拍到什么 哎 看见没有 拍到了 拍到一只 像猪 又不是猪的动物 这是什么呀 看得不是很清楚 现在把它拿回家去 把视频倒在电脑上 再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 是什么动物 这是啥动物呀 有朋友认识吗 这家伙 像猪 又不是猪 长有类似猪的鼻子 看清楚没有 刚刚从网上查了一下 这只动物应该是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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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夜行动物 也属于杂食性动物 经常到农田里面来破坏庄甲 偷吃农田里面的农作物 我估计 包骨被吃 凶手应该是猪 猪 大家觉得是他干的吗 猪花还是群居动物 刚刚走过一只 现在又走过去一只 五分钟不到 就出现两只猪花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看还有没有猪花在出现 这是9月14号 7点16分 已经出现两只猪花了 接下来 看见没有 17分左右 又出现一只猪花 一共三只猪花 我觉得偷吃包骨地的 包骨的野兽 就是猪花干的 而且不止一只 很多只 大家觉得是他干的吗 是他吃的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接下来 相机拍到一只 我不认识的动物 大家帮忙看看 这是什么动物 看见没有 一闪而过 有认识的朋友 还是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让我们来看看